大家好,包子你把中国经济搞怎么差 最愤怒的就是一些一个职业的经济学家 我不算职业的经济学家 但是我真的是每次说经济的时候我都特别生气 为什么呢 因为经济学其实它就是一个常识 经济学这个东西分两块 一块是经济学常识 一块是经济学的理论创新 中国的经济因为它是个后发经济 你根本就不需要那么多的理论创新 你就把别人走过的路 别人用过的常识 你把它用一遍用好就得了 对吧 后发国家都这样 你不需要搞新东西 所以一旦这个经济学的常识 在中国土工中国这个地方开始遭遇侮辱 我们这些学的一点经济学的人 就特别生气 就特别烦 然后就特别想骂习包子 就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现在中国的经济差成这样 职业经济学家 也就是说在中国靠经济学本身 这个东西换饭吃的经济学家门 一个一个都受不了了 比如说徐晓年啊 张伟寅啊 周其人啊 是不是 今天跟大家讲的就是 东北政权的首席经济学家 傅鹏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阳 还有一些个其他的经济学家 包括他们说很多个细胞子御用的经济学家 什么李道奎啊 什么林医夫啊 这帮孙子都有点受不了了 说这么搞下去不行 尤其是这个李阳 他是这个 我见过这个人啊 他是这个中国社会院金融研究所的所长 完了以后是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委员 这个官僚 这个官位没有几把刷子进不去的 首先你得有点专业能力 其次呢 你得要共产党的领导要相信你 一般人进不去的啊 我认识的经济学家李道奎进去过 樊刚进去过 周其人进去过 张伟寅从来没有进去过 徐晓年从来没有进去过 为什么呢 他们也有能力啊 但是呢 共产党不信任他们 是不是 所以这个现在一群这个职业经济学家联合起来啊 就开始对中国经济啊 就开始唱衰 是吧 是认为中国已经进入资产负债表的衰退 李阳用的词叫做资产负债表的冲击 然后就预测中国经济将重蹈日本三十年负折 是大概率的事件 但中国的下场比日本要惨得多 你知道这个中国的经济学家 我刚才说过啊 他分析中国经济 他不需要新的创新理论 他不需要像美国的经济学家 我还搞一套新的数学模型 我还搞个新的分析视角 没有必要 你就把尝试用好就行 所以你看到中国经济学家 他分析问题的时候 他就是有一个比较分析的方法 有的时候跟印度比较 是不是 昨天我们分享了一篇这个黄雅深的文章 主要是跟印度比较 中国跟印度比 中国完蛋了 是这个意思 是不是 有的时候呢 跟日本比较 像今天的这个李阳 今天的这些职业的经济学家 他们跟日本比较 你就拿日本过去的停滞的十年 二十年三十年 是不是 来做比较 我也是搞不清楚啊 你说你中国跟印度比较 还有的一说 你跟日本比较什么呢 日本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日本在最萧条的时候 也比中国强调两亿 两亿被布置好不好啊 有的时候呢 中国的经济学家又跟谁比较呢 跟拉美比较 比如巴西阿根廷那什么的 但是中国的经济学家 从来不把中国的经济 跟美国的经济进行比较 因为什么呢 用中国经济 中国共产党是反美的 愁美的 用美国人跟中国的意识形态不一样 谁用美国的经济 和中国经济比较 就我这种人 所以我这种人肯定是上不了台面的 还没说几篇文章就给封杀了 但是你跟拉美比较 你跟印度比较 你跟日本比较 他能够获得领导的某种认可 是吧 一说跟印度比较 中国肯定比印度强 是不是 中国一直有一个所谓的农巷之争 你说跟拉美比较 就拉美 是拉底美洲的什么 中等收入限制 拉美困境 然后又觉得中国很牛逼 很自信 你说跟日本比较 因为中国人本来就仇日 日本不行 中国挺好 有一种意淫的那种快感 就这样子的 像我们这种人写文章 东北东西拿美国的故事 拿美国的经济 拿美国的社会做比较 以前美国有个研究 叫KATO KATO经济研究所 我就是学他们那套东西 基本上把KATO研究所的 一些重要的理论 重要的分析方式 我都能背下来 真的 有点意思 我们看一看 现在职业经济学生们 是怎么联手 开始阻入中国经济 就完蛋蛋的 说这个陈志武老师 陈志武老师 现在人到了香港大学 金融教育学院 金融学院去了 当教授 他以前是耶鲁大学的 中神教授 估计退休了 还是怎么定 跑到香港去了 我也不知道 这帮人在香港 混什么的 虽然陈志武老师 对我挺好 我出书 他都给我推荐 给我写序的 香港有什么好混的 陈志武老师 在香港发表了一个文章 在纽约时报 以香港金融学教授的身份 说中国可能面临着 与日本同样的命运 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风险 日本仍然努力摆脱 始于上个世纪 90年代的 长期的经济的停滞 该国的问题 在一定程度上 是由房地产泡沫 和金融部门的 这个问题所造成的 这些都与中国目前的问题 非常的相似 这个中国可能面临着 与日本同样的命令 但是中国会有 更严重的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日本是个发达经济体 你中国是一个后发的 是一个 是一个不怎么样的 经济体 人家日本是先富后老 日本的创富能力很强 老年化速度也比中国慢 也就是说 日本化解债务的能力 强于中国 说这个日本1990年 房地产崩盘的时候 并没有现在 像中国40% 50%的失业率 没有这么高 没有这么吓人 说1990年 日本的制造业 也依然是全球领先 全世界出口 他们的电视机 出口他们的电脑 出口他们的汽车 也是非常的红火 90年代你想想 是这样子的 中国到处都是 日本的货 是不是录音机 什么什么的 各种东西 尤其是高端制造 靠产业转移 日本在1990年代 1990年代 2000年 你墙口大概有30年 日本的成功的打好了两个外交市场 第一个是美国市场 第二个是中国市场 等于是日本吃了30年的美国市场和中国市场的红利 日美关系又好 那个中国的日本也很狡猾 也没有得罪中国 所以日本的成功度过的这个难关 也就是说日本它一直有三个重要的东西没变 第一个是开放没变 第二个是核心竞争力没变 第三个是他们的脑龄化的速度挺慢的 就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这个叫做未负 就是先负后脑 但是中国刚好是反的 中国是还没有负 人就已经就脑钉崩了 就跟我们一样的还没赚钱呢 就脑菜皮了 脑菜帮子了 是不是 那脑菜帮子以后 那中国呢 又还在开始跟全世界叫板 习包子又脑子拧不起进水 知道吧 一会儿要战狼 要敢于出击 是不是 要跟西方的这个要打仗 是吧 说这个海外的这个外交使团要敢于斗争 完了以后要招商引资 搞得这个欧洲美国日本韩国台湾都对美国进行技术封锁 技术进入产业链慢慢脱钩 那跟日本的情况完全不一样 是吧 这个讲得很好 说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的各个年龄段的失业率都非常高 官方的数据青年的失业率是20% 其他年龄段的失业率肯定30% 说这个后来中国政府觉得自己这些数据太不好看了 干脆就不公布了 老百姓没有没有工作 政府就干脆就不管了 然后房价呢又开始跌入谷底 然后生育率呢又开始跌入谷底 计划生育呢 古你老百姓生孩子 老百姓不听话 也没有迎来所谓的人口的报复性增长 所以未来的8090后一定会面临脑无所养的境地 只能把头只能只顾一头麻烦留给下一代 那究竟什么意思呢 他这个话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数据 就是8090后嘛 现在80后的话 大概是40来岁吧 40几岁吧 90后30多岁 200后20多岁吧 他们如果脑了以后脑无所养 这就应该是未来30年的事情 其实老陈这个文章啊 就其实暗示了一个很可怕的 就是日本用30年才摆脱当年的1990年代的 所谓的产业危机是不是 那中国既没有日本的持续的开放 也没有日本人的技术 也没有日本人的制造 那你30年肯定不止呗 所以他这么一算的话 中国至少是50年到80年的衰退 那还有个P 那好几代人都过去了 是不是 所以有些个人呢 特别有意思 还说这个 这个社会运的李扬 是要资产负债表冲击 资产负债表衰退 这个词也是 也是蛮有意思的 说这个 2022年中国新建住宅 有三分之一卖不出去 是2015年以来最高比例 说2023年的住宅竣工 未熟面具 相当于400万套住宅 是2017年以来最严重的供应的过剩 所以这个经济学家普遍都表示 在人口为几百万和更少的小城市 房子基本上就烂大街了 所以你经常会听到有些个房子 说苏州这个地方 200万就可以买一栋豪债的别墅 真的我看到我的心里痒痒的 乱他妈的老子回去 当然我不会回去了 200万在苏州那个城市 可以买一套别墅 那还是蛮舒服的 是不是 还说在云南 在海南 在有些个惠州什么什么什么地方 80万就能买一套别墅 还有的房子 说200多万的房子 一口气跌到25万 不是腰斩 是脚踝斩 基本上就没了 为什么呀 这就是所谓的资产负债表 大量衰退 中国的房地产事实上已经崩盘了 已经崩盘了 由于中国政府行政力量强大 阻止开发商降价销售 延缓的市场出清 表面上看房地产价格下跌不明显 但房地产严重过剩 局部的房地产已经是完全跌成狗屎了 但是政府不要说 只能猖想中国经济光明论 加上房地产也不行 那财产收入也不行 是吧 整个经济就停摆了 所以他们就讲说 联名就发表 发表观点 中国房地产甚至人民币的汇率 肯定要严重的衰退 中国经济这一下去没有50年回不来 所以他们搞了一个词叫做什么 死猫跳 是吧 死猫跳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个死猫突然跳起来了 是不是 这个东西你不要以为猫真的跳起来 可能有个什么外力的因素 所以你一定要记住 有一个尝试 如果在未来的某一个时间 你突然看到房地产有点上涨 或者是股市有点上涨 或者是什么什么外汇 汇率有点上涨 这个时候你一定要记住 就是典型的死猫跳时机 这时候你一定要抓住机会 赶紧离场 赶紧掏线 赶紧走人 否则你完蛋了 因为死猫跳起来 它一定是政府把一个死猫抛向空中 但是依然无法改变 它是个死猫的事实 听懂了吧 谢谢